我們要吃羊肉餅 本草鋼木記載 我知道 羊奶姓甘醇 這個廣告我有念過 本草鋼木記載 腦殘五藥衣 這老師也別這樣好不好 羊肉餅身體非常好 它是溫補 換句話說給你勾給你用 給你吃點拚拚 老師你突然這樣講我覺得我好像轉到 AM頻道購物專家 你是不會餓嗎 原來因為鋼山的羊也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在越世界那邊養的 那越世界因為它是死灰原地形 所以非常陡峭 羊爬 每天站爬高爬低 它的肌肉會特別緊實 鋼山它寫這個就是 南來北往三人都在這裡 那當然也包括羊汁的滿漫 你看難怪我看這附近啊 全部放進去都是羊肉爐 好啦 今天我們要讓旅遊老師來請客囉 來 我們一起試試看 哇 好豐盛喔 我這一步聞起來很香耶 這豐盤 你剛剛七腳給我知道 那老闆我覺得很納悶喔 這裡鋼山羊肉很有名對不對 那我剛剛在旁邊看到了 為什麼羊肉很有名 而且為什麼旁邊會有龍膽石斑啊 因為我跟你講現在啊 注重養生 然後我這個湯底啊 全部都是用水果蔬菜下去熬煮的 看清口水喔 來 嘗嘗看 謝謝 終於換我吃了 老闆 羊肉很鮮耶 因為這是現宅的啊 跟一般的進口羊不一樣 這都是現宅的啊 那完全沒有羊肉燒味耶 完全沒有羊燒味耶 沒有腥味耶 而且很嫩對不對 對 是 因為要買到以前哪咖喎也沒關係 有啊 就以物換物啊 那等一下 什麼是哪咖 哪咖就是竹籃 喔 竹籃喔 所以以前鋼山人這邊是很多人來做 在辨識這個東西的 喔 所以 哪咖喎 英文叫藍咖喎 這樣啊 這個二杯啊 是我們店啊 今年首創 人家都三杯 你二杯而已 你頭髮 竹籃喔 因為二杯啦齁 一般人都不知道 二杯的話就是 吃一瓜配兩杯 少一個麻油 叫二杯 這是炒什麼啊 這是陽金 陽皮 陽鑑的部分啊 做涼拌的 一般外面羊肉店也很少見 基本上啊 酸酸甜甜的 對 酸酸甜甜 適合夏天吃 來到空了 羊肉夾燒餅 我知道你立刻要拿起來 好 趕快那個試吃一下 這個燒餅是外省的東西 那鋼山羊肉是台灣人本省的東西 我們在這一道菜裡面 看到了族群的融合 台灣未來的希望 所以我們為了希望 我一定要先吃下這一口 告訴大家什麼滋味 你不要給我看 我要等你講什麼滋味啊 有族群在你的嘴巴裡面融合的滋味嗎 我感受到外省人跟本省人的愛 我也感受到 本省人對外省人的一種包容 以及感動 那好吃嗎 總不畏一句 好吃到病 鋼山在吃羊肉一定要配豆拌醬 送禮送到郊城外 鋼山的豆拌醬要記得帶 在這邊喔 鋼山的豆拌醬為什麼出名 為什麼有名 南宮東北有三寶 人生雕皮烏拉草 不是呂捷 呂捷跟呂捷嗎 沒有啦 那是歷史三寶 我們台灣有三寶 老寶見寶 1990到寶 那鋼山有三寶 哪三寶 養肉 蜂蜜 對 豆拌醬 所以鋼山豆拌醬為什麼會出名 我們跟大家講就是說 鋼山是空軍基地 那很多空軍來鋼山受訓之後 他們要回去嘛 那他們要回去的時候 你要帶個伴手裡 那什麼東西最好 因為以前經濟不好 錢也不多 而且你要用得到 就是 放得夠久的 對…還可以儲存 那就是豆拌醬 那就是豆拌醬 讓我們繼續吃下去 麻婆豆腐 五根腸旺 回鍋肉 一整桌四川美食 色澤誘人 鹹香回甘 除了食材新鮮 川菜的靈魂 豆拌醬 絕對不能少 像這種豆拌醬的話 它是屬於我們這邊 岡山眷村這邊的一個 就有傳統的口味 它所偏重的就是鹹 鮮 香 每天也是早上就七點半上班嘛 差不多在外面工作時間 差不多一個小時 艷陽高照 日曬場裡上百個老頭翁 正散發迷人醬香味 在這裡工作超過四十年的彭蓮雲 從年輕小姐做到當阿嬤 今天於往常帶著子弟兵 酝釀岡山最有名的特產豆瓣醬 像我們都會有一些推車 那我們就在那個推車那邊 滑來滑去 那有時候不小心 滑的時候就撞到那個缸子 那就會把缸子撞破 那有時候這樣子 會就被父母罵 有被修理吧 有啦 古有司馬光打破水缸 豆瓣醬第三代傳人劉宇邦 卻是壯闊醬羹 從勇姬一起 他便和豆瓣醬 繳獲圍武 這是他的成長點滴 也是祖父劉明德 為家人留下來的愛與堅持 那時候我祖父當初是跟著空軍 在抗戰結束之後呢 跟著空軍從大陸四川 然後輾轉到岡山 因為岡山是空軍的基地 這邊有很多空軍 也有很多四川人 他那時候其實在軍中 是當一個士官 那因為在偶然的一個機會下 其實他接觸到也一貫道 可是那時候其實 這個宗教在當時 並沒有很自由 所以其實後來 因為他又很堅持去信這個教 那其實在軍中 並不會允許 所以後來其實 說實在他是被開除了 為了養家活口 劉明德想起家鄉的豆瓣醬 加上岡山 有許多跟他一樣 離鄉背景的四川老鄉 他拿出僅存的數十塊錢 開始嘗試著做出 建議中的味道 一開始就把這個豆瓣醬 在眷村裡面沿街叫賣 那因為這樣賣的過程中 很多這些眷村的 這些居民吃到之後 就是有家鄉的味道 那家鄉又是真材飼料 所以說就非常非常的 覺得很好 風味道地 橫掃各個眷村 1986年 鋼山正治 跟記載正名劉明德 製作豆瓣醬為鋼山三寶 後來有羊肉爐業者 將豆瓣醬做為佐料 羊肉和豆瓣醬一拍即合 換來飲食文化找到回溯 內化成台灣飲食的一部分 因為我們南部的口味比較偏甜 所以我們鋼山在地 有個梁先生 然後他就是開始研發 比較適合我們台灣鋼山人口味的 台式豆瓣醬 樸實無花的南北法貨店 就像一顆苦玉鑲嵌在鋼山老街上 看似不起眼 裡頭卻醞釀出全台文明的 台式豆瓣醬 人家在這裡買去對不對 他說我買去 我就用豆瓣打來打來 打來打去 做起來很難 做我們的口味的豆瓣醬 就是慢慢嚎他們的口味就不一樣 就比較說宿船皮 我們台灣骨 超過半世紀的鋼山豆瓣醬 並吃傳統釀造 讓時間醞釀好味 無論川式鹹辣還是台式甘甜 都已成了鋼山文化的不朽傳奇 鋼山豆瓣醬 鋼山豆瓣醬 好